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我俩大学就恋爱了 毕业后一同留在了省城 这些年 婆婆经常插手我们小家庭的事 但因为隔得远 无关痛痒的事 我也就懒得计较了 但这次 婆婆竟然打起了我们房子的主意 这是我和赵强奋斗多年才买的房 我可不会任由婆婆胡闹 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赵强这几年收入还不错 因为孩子要读书 换了学区房 以前那套房子就租出去了 赵强老家在一个小县城 看着儿子如今买房买车了 婆婆就老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 为此 我委婉地提醒过婆婆 表明我们如今的生活只是一般 还上升不到能炫耀的程度 但婆婆老是不听 这不 因为老爱炫耀 赵强的亲小姨找上了婆婆 原因是 小姨的外孙考上了省城的初衷 表妹准备到省城陪读 听说我们还有一套闲置房 就叫小姨来问问能不能把闲置房收回来 给他们住 说是问问 其实压根就是势在必得 小姨 小姨到家就给婆婆一顿眼泪攻势 说表妹现在经济困难 表妹夫也不顾家 都是自家人 希望婆婆和赵强能帮衬一下表妹 然后小姨在一顿捧杀模式 她一直说婆婆有福气 公共体贴 儿子听话 也得于婆婆会经营家庭 会教育孩子 这一顿操作还得了 完全激起了我婆婆行侠仗义的姐妹意气 还满足了她蠢蠢欲动的虚荣心 于是我婆婆第二天就坐上了来省城的高铁 让小姨在家坐等好消息 得知婆婆要过来 我和赵强请假到高铁站接她 到家后 婆婆一直夸赵强有出息 买了两套房子 然后说又出息了也要记得帮衬家里的亲戚们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话一出 我和赵强对看一眼 凭我们对婆婆的了解 知道她这是带着任务来了 果然 饭后 婆婆就将事情全盘拖出了 赵强听后直接拒绝了 说房子是我俩共同买的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 我们还得养孩子 生活压力挺大的 租出去一月三千五百元的租金 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生活压力 婆婆一听这话 马上转头看向我 泪眼婆娑地说 珍珍 你小姨和我是亲姐妹 如今小姨家有困难了 我怎么能不帮呢 然后 婆婆又讲起 她小时候和小姨日子过得有多艰难 小姨他们俩是如何互相帮助的 我很认真的听着婆婆的讲述 不打岔也不表态 就全当自己在听故事 婆婆急了 拉着我手 问我到底同不同意 看我不表态 婆婆甩开我手 大声说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了 让租户搬出去吧 我已经答应小姨了 我沉默了一下说 妈 我洗碗去了 转身进了厨房 晚上 赵强一直跟我道歉 说他也不知道会有这事 但他表明了态度 他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我告诉赵强 我今天没跟婆婆吵 一是怕他为难 毕竟我们是夫妻 我也不想他家在我和婆婆之间为难 二是也想看看他的立场 赵强听了很感动 抱着我说 娶了个好媳妇 如今 我俩都有相同的立场 那就团结一致 解决这事 连续几天 婆婆都追着我们问租户 有没有搬出去 我和赵强都不大话 婆婆看我和赵强 几天都不理他 也有点慌了 他老是没话 找话地和我们说 但我们依然 每天吃完饭就房间了 这天 婆婆实在憋不住了 边哭边闹得诉苦 说小姨天天打电话催他 我们不理解他 是白眼狼 连亲戚都不帮 妄本妄祖的 我接着他话说 妈 我们这几天不讲话 是因为有件事 我们实在不知道 如何跟你说 婆婆一听 不哭不闹了 我继续说 早在上个月 我亲弟弟把老家的工作辞了 准备到省城来找新工作 房子我们早就已经答应借给他住了 还有我的那辆车 也暂时给我弟弟开着 等他买了新车再还我 而小姨他们 这是说晚了 我答应弟弟在先 现在也不能反悔 妈 您说得对 我也不能做白眼狼 父母把我养这么大 弟弟对我也挺好的 而且 这还是我亲弟弟 怎么也得帮 这句话说完 婆婆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嚷嚷道 什么 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不和我商量 赵强说 那您答应小姨的时候 不也没和我们商量吗 婆婆一下吃瘪了 回了房间 其实 娘家弟弟压根没此工作 也没打算来省城 而且 我弟早就在省城买了房的 我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后面几天 婆婆老师问我 能不能拒绝弟弟 让弟弟重新租一套房 实在不行 也每个月交三千五百元的房租 听到这话 我就一句话 都是自家人 何必呢 做人不能当白眼狼 婆婆知道李亏 也没和我们争辩了 就是这几天 他老是茶不思饭不香 话也少了 赵强看到他妈这个样子 偷偷向我竖大拇指 终于让他妈体会到了 我们的感受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以后再找个借口说 弟弟不来了就行 结果 这天下班回家 看到小姨坐在沙发上 原来 小姨接到婆婆拒绝她的电话 赶紧坐高铁来我家了 我一进门 小姨就阴阳怪气地跟婆婆说 姐 我还以为你媳妇对你千一百顺了 这样看来也不怎么样呢 我一听 怎么 我忍婆婆 还得忍七大姑八大姨吗 我问小姨 表妹夫现在是不是 对他们二老都挺尊重的呢 那我得向表妹夫学习 家里人都知道 小姨很自我 控制欲强 搅得表妹两口子 几次都差点离婚 表妹夫除了逢年过节 平时都不愿意和小姨来往 小姨一听这话 感觉脸面挂不住了 她指着我正准备 摆摆长辈的谱 我也正准备迎战 这是我的家 我的主场 还得让你骂上门来不还嘴 谁知道 一向护着小姨的婆婆 发火了 对着小姨一顿输出 她说 房子是我们两口子的 要租要卖都是我们的事 她这些年也没帮衬我们 她做不了主 小姨更做不了主 而且 她的媳妇儿轮不到小姨来教育 婆婆这样做我是绝对没想到的 我当场整个人愣住 小姨也愣住了 她显然接受不了 一向对她千一百顺的姐姐 突然有种站起来当家做主的感觉 小姨马上开始老一套的哭诉表演 婆婆不耐烦地贴了她一眼说 别哭了 哭啥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得哭完二百天 这眼泪比黄河水还多 我一听 没忍住笑了 最后 小姨摔门而走 婆婆也没追上去 只在小姨身后大喊一声 路上慢点 婆婆这次这么给力 可能也是因为我谎称 房子和车子都给娘家弟弟 刺激到她 让她反思了 因为她的维护 我和赵强郑重地请她出去吃饭 一路上 婆婆拉着我的手和我聊天 结婚十年 我和婆婆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 一直都是大摩擦没有 小摩擦不断 我纳闷 这次的谎言 威力这么大 让婆婆这个人 发生了这么大转变 对此 赵强对我神秘一笑 我百思不得其解 好奇心战胜了理智 在赵强去上卫生间的时候 我打算问婆婆 妈 刚叫了一声 婆婆就抿着嘴笑了 说 就知道 你忍不住 婆婆将手机递给我 我看到赵强给她发了好长的信息 完全像一篇小作文了 写出了我这些年陪她从租房到现在买房的不容易 边带孩子边工作的心酸等等 言真意切 看得我都哭了 原来 我的付出 赵强都看在眼里的 这个平时不善言辞的大直男 用她的方式默默地关心和心疼着我 我让婆婆将信息复制发给我 并且向她坦白了要借房借车给弟弟的谎言 婆婆笑着说 她早就知道了 赵强向她坦白的 组建一个家庭不易 一路走来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以后我们夫妻俩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看着赵强发的这条信息 坚定维护家庭的决心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因为这顿饭里有赵强的理解 婆婆的顿悟 还有我的坚定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